明天就像沒有明天 歡迎你到The Big King Podcast 我的咖啡 Travel特別多 去了三個地方 去了瑞典 待了七個月 然後去了Puket 兩個月 然後去了Tibet 西藏一個月 為什麼去這麼多地方 就一直來回來回 感覺你在上海的時間 幾乎沒有 幾乎為零 對的 What's going on Lock down 對吧 那太stress了 然後可能就是可以出去的時候就想飛出去 各地去旅遊一下 七個月真的很久耶 在瑞典 對因為 因為我在辦那個 我懂 你什麼東西 然後你一定要等到辦出來之後 才能走 才能走 這個值得嗎 值得 那邊好玩嗎 好玩 我有的時候覺得那一整塊就有點boring 會不會 就人比較少 就有的時候找不到你想玩的東西 會不會 我覺得 不會啊 我在那邊找了一個那個Ju Jitsu 對 一個練的柔術館 然後 冬天會有點壓抑 因為冬天的話 它有那個就是 晚上會非常的時間會非常的長 明白 明白 所以 我有的時候就跟螞蟻在說話 太無聊沒有人說 那跟我們在 我們最近去內蒙 然後內蒙是相反的 至少夏天是相反的 內蒙 我們去的時候很早太陽就已經出來了 然後晚上八點 八點左右才下山 但你去的時候是夏天 對 如果冬天去的話 那就是一模一樣 就相反 對的 我想像不了 夏天的時候又綠 and everything is beautiful 對 對 所以你們在那邊花了七個月 你有真的在練嗎 我有 你雖然找到一個柔術館 我也有 我一周去三次 哇 我坐公交車去 真的 他們公交很多很好嗎 對對對 溝通 交通方式 交通很方便 然後他們那邊的柔術的溝通 他們說的是瑞典語 但是我覺得 就看嘛 看這個動作我就知道怎麼弄 所以一半可以學一下瑞典語 一半可以 因為我覺得我很多中國朋友去 比如說一個巴西人的一個課 他們也是 他到底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 對對對 看有一點看得出來 對 環境那個氛圍非常好 我非常期望 OK That's good 所以待了七個月有學到什麼東西嗎 有 非常 什麼乾貨 那邊都是男的 那邊學柔術的女的 一個女的都沒有嗎 不可能 非常的少 然後那邊的人的 我們說那個體型非常的大 高 非常的大 然後就是每天就是跟他們roll的話 會覺得進步不少 oh nice 等一下roll一下 我真的要 真的應該過去玩一下 對對對 七個月 七個月真的很久 然後就是為了 把事情辦完再回來 對吧 對對對 去看看那邊的家人 嗯 就這樣 然後 回來了一段時間又出去了 沒有 然後就直接 straight away去那個Puket 蛤 你去了Puket才回來的 對對對 那邊是不是太冷了 所以就 冬天直接飛到了夏天 啊 Worth it 然後一個月在那邊 兩個 還一下 喔兩個月在那邊 對 那邊練練Boxing啊什麼的 Muay Thai 嗯 嗯 兩個月的 就不停的運動 其實 那你的運動量其實沒有停啊 但其實我吃的多啊 你想我 我在瑞典七個月的話 你吃的東西冬天的時候 你吃很多東西 因為冷嘛 他們吃什麼 吃肉丸子 比較經典的有什麼 瑞典肉丸子 還有Hot dog 真的嗎 真的 That sounds terrible 哈哈哈 就像我們Wagas一樣的東西 對呀 你懂嗎 Sounds terrible 當然還有其他東西 但是就是很boring 沒有火鍋啊 沒有什麼 很少很少有 沒有中餐嗎 一定有的 中餐有 但他們的中餐是 他們把日料 把韓國 全部Asian food 變成一個中餐 就這樣 嗯 我小的時候 也有幾家 是像這樣的 就是他們把 East Asia 全部就是 病在這邊 然後就當 就當一個餐廳 然後就他們 大家都說是 Chinese food 可是我一看 好像也沒有那麼 Chinese 現在越來看 最重要的是 他們那裡的 蓋膠飯 一碗要賣147個了 貴不貴 一百塊錢 真的假的 就一百塊錢啊 換成人民幣的話 就一百塊錢 一個蓋膠飯 這太貴了 可是我媽也跟我說的一模一樣 現在在紐約 買一個雞蛋宅 你猜她花了多少錢 八十 欸 差不多 因為 一百 也一百 一個雞蛋宅 就完全不合理啊 就她說 因為美國又有小費 然後又有稅 就全部加起來 就基本上 一百塊人民幣 對 給雞蛋宅 所以在中國的話 還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 I was shocked I was like 這不就是 交上去 It costs nothing 這個是一個 完全不需要什麼 很特別 在國外 對的 然後我就問她 你吃了嗎 她說吃了 好吃嗎 一樣的 一般 就她說裡面還空空的 就沒有那種 還做得不是很好 我就 What are you doing 所以我真的 中國真的還是比較實惠一點 對對對 然後 所以你從Puket回來 嗯 休息了一會兒 休息了 然後再去西藏 對對去西藏 開車去 開車去 從上海 啊 上海開到 對 開那個川藏線 開到拉薩 然後 本來是從拉薩 再要開回來的 但後來覺得 好像有點累了 所以就把車給拖了 然後 飛回來了 開車去啊 多久啊 開出去 一共好像28天吧 我們好像 一共去了28天 但是我的朋友是從上海 開到成都來接我的 對我來說 上海到成都這一段 我覺得是非常boring 所以我就直接飛過去玩了 換你們來接我 他們大概開了三天 三到四天從上海到成都 我可以這樣做 我可以這樣做 你直接走 不 我真的 我不能坐長的車 車程 真的是 我會尿尿 我會一直要尿尿 就不停的尿尿 我跟你說 我從小 我爸爸會把我們開到很多 就 東邊的一些城市 我知道 紐爵西我們會開到DC 會開到Baltimore這些都會去的 我沒什麼就要停車 沒什麼就要rest up 你就是心裡緊張 我不知道 我從小就是很愛喝水 然後沒什麼就要 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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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沒洗手間 就基本上 since I was a kid 就這樣 所以我是很 那不行 那不行 那你不能去 不然跟我們開到可可西里無人區 你要屁了 然後下面都狼怎麼辦 他們那邊的洗手間 我真的受不了 不要去洗手間 你在路邊那邊 OK 不需要你在那個高原上面 就可以解決了 是吧 帶把傘 我們在 對啊 我們在 我們在內蒙都沒有傘的 女生需要傘 不需要找塊大石頭就可以 我們就 就隨便 只要風不是對著你 就OK的 OK 那是最 我有跟朋友說 那是我的最愛的部分 就是隨時可以尿尿 就是隨時可以尿尿 就去哪 直接脫褲子就可以尿 那有 那有 人家走過來了 小姑娘走過來了 看到了 你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個人不在乎 你會 我覺得很多男生都不會不在乎 很多男生會在乎 我不在乎 下次我跟安東尼去 他很care 真的嗎 對啊 他一定要進那個 進進那個地方 我說你別進去 你去在外面吧 他說不行 真的嗎 那很奇怪 下次問一下他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從小就要做一個prank 就是花一個月 在 whatever公司 I eventually go to 然後每天就是像小朋友 尿尿 你沒有小男生 你是小女生 小男生是把褲子 完全脫到地上 然後上衣拉起來 然後就從 這邊到褲子 都是裸著 然後這樣子拉起來 這樣子屁的 是嗎 很多小孩子 就這樣子教的就是 不屁到衣服上 所以很多小男生是這樣教的 然後我想 像現在快四十歲的男生 也在公司裡 every day 就這樣子屁 然後每一個男生 走進來就看到我的屁股 就 oh god 這個人是誰 真的嗎 that's my new plan 我下一個公司 when I do it 好 可是我覺得 有什麼好害羞的呢 你有的我也有 who cares 對喔 就我真的不get 為什麼我們人 現在變成這麼private 就這個不能看 那個不能看呢 我get不到 那你可以在一個單獨的空間裡面可看 你在外面public的話 你肯定要被抓 對的 可是 上次我看到兩個 裸奔的 對不對 被抓了 他們肯定的想法應該是跟你一樣的吧 對不對 就做一回自己 結果被抓了 現在很多人也有 你知道很多明星有那些裸照被露出來了嗎 你知道我不知道 whatever 反正一直都有嘛 就明星說 我的裸照被 被發 發上網了 嗯 我一直沒有get到為什麼他們對這個這麼反感 就 聽我 我的邏輯是 如果我的裸照在我的手機裡 那一定是我好看的裸照 不可能是不好看的 所以被發出去了 所以被發出去了 It looks good anyways 就 who cares 就 我get不到為什麼他們那麼 操作吧 可能 I think so 我覺得他們沒有那麼變 為什麼 Oh my god 其實 太丟臉了 那你拍幹嘛呢 所以我有的時候 get不到 就如果是我的 I look good 就 send it out take it 可能我覺得是一個一個一個就是一個公眾形象上面的一個一個被輿論會去說而已 其實他可能自己是無所謂的 I think so 但是他發出去了之後 那些輿論去去說他去幹嘛 那有可能就會 Whatever Anyways 我想問的是 你travel這麼多 Why 就有什麼得到的東西嗎 你為什麼這麼愛travel 因為我可是沒有那麼喜歡 你為什麼不喜歡travel 每個人都喜歡travel啊 我真的覺得太stressful 我真心就是packing 趕飛機 趕這些東西 趕這個趕那個 我真的很stress 所以我不是特別喜歡 我覺得travel可以每到一個不同的地方 你都有一個不同的認知 然後 你會有 就是 improve yourself 真的有嗎 就是那種 進化心靈 然後讓你自己 越來越 更好了 變得 我覺得會 你覺得在上海就做不到嗎 在上海完全做不到 Really 我是上海人 但是我也做不到 因為我覺得這個上海 我一到上海 我就覺得stressful Really 所以你跟我是相反的 對對對 我一回來 我就覺得 因為這邊有工作 對要工作了 又要怎麼了 要幹嘛了 所以就覺得 而且你回來 回來上海之後 你有自己的時間 會非常的少 你的時間都分掉了 所以當你travel的時候呢 你就是一個人 很開心 我在上海 我也經常就是不回消息的 我也不 就 我覺得我可以在上海 很不stressful的生活 我覺得我這幾個月 就是很不stress的生活 那說明你狀態很好 上海很適合你 就是因為我有兩個手機 我不想看那個手機 就是 那你就已經stress了呀 你這個就已經 有一點reject了 對不對 你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有的時候也是這樣 有的時候 一天我不想回手機 我就關機 我就把它放在旁邊 沒有人找得到我 那不就ok了嗎 我覺得你 這就是已經是一個 一個壓力 非常大的時候 你才會這樣做嘛 不然你把它開著就可以了 我們都已經要 已經要變成 把它惡狠狠的去關機了 對吧 還有人想把那個 就直接插到頭腦的 那種人 crazy I don't know 我很喜歡上海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在這邊也是在improve 每天上課 就射箭 柔術這些 我都在上 就感覺我在上海 特別大的improvement 其實我覺得我在旅遊的時候 沒有那麼高的improve myself 對的 有一些人會說 我很有inspiration 我去這個地方 看到這個東西 我去這個地方看到這個東西 就心裡上 我從來沒有過 那你要深入 對啊 七個月嘛 畢竟七個月在 你去的時候 你可以覺得 我來了解一下這邊的文化 instand of 就是你就拍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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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沒意思 那你去了解一下當地人的文化 當地的一些美食 怎麼樣製作的啊 或者是他們當地人是 平時做些什麼事情 當然瑞典很boring 他們平時就是 兩點一線上班 家裡 帶孩子 上班 帶孩子 家裡 就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人 在上海也做的事 沒有 那是 opposite 上海的話 他們在瑞典的話 他們都是男的 帶小孩 男的推車 然後我們說 那個叫 我們上海叫 太太 對 我懂的 我get down 然後那邊叫 有的時候我們在路上 看到一個瑞典人 oh he's a 改太 改太 yeah 不好意思啊 好多人要攻擊我了 是不一樣 可是 這個真的有提升嗎 是嗎 就感覺上 我知道這件事 也就好了嘛 就我看到這個東西 如果我去了瑞典 我也沒有覺得這個是一個什麼improvement 只是 maybe一個東西我可以在網上也可以 發現 就感覺 I don't know 不一樣 不一樣 OK 這個 這個氛圍啊 還有這種 身靈其境的感覺不一樣 對 那我真的要建議你去一下Tibet 西藏 真的很美 很美 因為美國身份 可以去辦啊 yeah 但很難 對 我聽說是蠻難的 然後我還要一直跟團 他們說 你不能夠自己 對 我不能一個人 跟團多沒勁啊 yeah 所以我就已經把這個有一點 你有香港的那個身份也沒有 有些人如果他有一個extra香港身份的話 就OK 是可以的 我本來是幾年前我想辦我的台胞證 我一直沒有辦出來 因為要住在那邊住一段時間 我也就沒辦 對 那比較麻煩 可是 現在那個就不能去了 對 西藏其實 我覺得我可以去那些旁邊的那幾個就OK了 西藏那個不一樣 四川旁邊一些 就不要進藏就可以了 對吧 也可以也很美 因為我上次去韭菜溝 就是地震前我去了 然後地震後我也去過 oh it's beautiful 真的很美 韭菜溝我還沒去 大家都說那個水 就 那你看你現在說的 你不是已經into travel 我喝了那個水 然後我就oh I get it 可是也不是一個提升啊 只是去看了一下就 I don't feel 一下 我可以understand你的點 只是我感覺 可能你沒有看到過就是非常 貧困的一些地方 然後你回來了之後你就會覺得 哇 I'm so lucky 對對對 真的是非常好啊 你看還有那麼多人啊 或怎麼樣 對對一樣的 就會覺得 其實我們現在過的每一天都是非常棒的 嗯 That's true OK 這個我有的時候也會感受到 嗯 可是比如說我們這次去溫林 我們去爬山 嗯 然後徒步 我有的時候就感覺 也是因為我們跟團 maybe我一個人去會不一樣 可是我跟團我也感覺 哦哪裡都一樣 這邊也是一大堆人在 捲這個hiking 這個trail 就有三四個人就必須要走前面 就怎麼也想走最前面的hiking 嗯 然後我就感覺這邊也 這有點卷啊 這個也要卷啊 就enjoy這個hiking 不夠好嗎 然後我就感覺 We are all the same 這很糟糕 然後就感覺到 I don't know 沒有什麼區別 那沒事了 他們走到後面累了 他們就到後面去了 No 他們體力特別好 我們18公里 然後whole time都在前面 一直在前面 後面都分成三個區 年齡呢 顏值呢 顏值滿高的 顏值高 那讓他們在前面吧 那他們在前面比較好 可是最後面的人也看不到他們 就後面的人特別後面 然後 那因為不認識嘛 如果認識的話 可能就會去care一下 就是後面的一些 是的 到後面就是 帶團的那些人 要care多一點 嗯 I don't know 我就一直 這一次我有感覺到 everything's the same everywhere you go is kind of the same 就沒有感覺到特別 不一樣 I have to go 反正都是捲 反正都是捲 去哪裡都是捲 That's how I feel 有的時候 那可能出了中國 可能會好一點 對我覺得可能 對 因為這邊真的是 有可能 就很多人慢不下來 慢不下來 是慢不下來 尤其在上海 根本慢不下來 我剛跟你說的話題 就是慢不下來 對不對 那樣 真的慢不下來 你每一個時間點 你就是在做其他的事情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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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如果你慢下來 如果你慢下來 來被人家捲掉 對嗎 我們今天早上就是這樣 今天早上我去狐林課 就上狐林 然後有一群女生 真的就開始捲起來 可以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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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dead 然後他們就是加重 加重 就 Guys relax Yeah 就 It's Morning on a Wednesday 我們需要怎麼捲嗎 就怎麼捲 有的時候我就 就 也會很容易被捲起來 然後我就 盡量脫離這種 這種氛圍 對 I can push myself 對 你做你自己 我不跟你們一起捲 你們要捲 你們自己去捲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 travel的destination 你跟我說一下 就選一個 特別 有趣的一個點 想不想得出來 有趣的一個點 比如說 Puket 特別喜歡的一個 feeling 或是一個 experience 有嗎 Puket 有 Puket 我喜歡海上運動 然後 我喜歡 那個 Kite surfing Kite surfing 風箏衝浪 我從來沒玩過 來 我帶你玩 我會 Normal surfing 它是一個就是 你的手要控制風箏 然後你的腳又要 滑 衝浪 所以這是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整體的一個 運動 對 就是訓練腦啊 什麼 都連在一起的那個 你 所以你滑起來了 就 上班了 當然 我下一步 下一步就要跳了 叫N-hook 然後跳 太可怕了 我有點不敢 但是你 你學了以後 你就一直這樣 來來回回 你會覺得 在海上 很boring啊 那你可能會 學一些技巧啊 什麼的 當然可能也會 也會受傷 怎麼樣 Anyway OK Kite surfing 我會 因為Normal surfing 我OK 基本上水的東西 我都願意 Try once 好啊 來試試 對 在那邊的話那個比較 我比較有趣 我比較感興趣那個 還有一個就是Muay Thai 其他東西我其實覺得在Puket 沒有什麼很感興趣的 有很多人喜歡曬太陽 我 有很多人喜歡曬太陽 你 曬得像Loversteen一樣 紅色了 然後我不喜歡 我覺得在那邊就是 就是 玩水上的運動和訓練 That's it 然後Fit了之後回來吃吃喝喝 再變胖 再像現在一樣變胖 然後馬上再過去練 OK 然後Puket 那西藏呢 西藏 西藏 西藏我覺得 原來是精神上的一個東西 對 就是那種寺廟啊 然後這種 柯長頭 你就會覺得你在那個 八角 八角街那邊 那個大昭寺門口 對 好多人都在那邊磕長頭 然後就是非常的虔誠 嗯 然後他們是一路走過來 一路磕過去的 呀 所以 呀明年我要買兩塊木板 真的真的 我要買兩塊木板 我也要學一下 我要學一下 然後明年我的目標是去那個 神山港人波旗 在哪裡 在阿里那裡 就是他們好像西藏人覺得最神神的一個神山 你不能夠跨上去 你不能夠登山 因為那是不尊重那個山 所以可能是去run 就是轉山 對 我要去轉個兩天 可能 看體力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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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能避免 我覺得traveling是特別好玩的 就當時很好玩 只是這個 真的來回這一塊我是太受不了 你就是受不了這個 不管是坐飛機呀 不管是坐飛機呀 什麼 趕飛機 然後如果沒趕上 我哥剛從台灣來到這邊然後回去 然後回去的飛機他們剛好miss掉 就又要延長 然後可能帶飛機 你可能需要一個assistant 我需要 你如果有一個assistant那就非常好了 全部幫你搞定 然後 你好 你可以上飛機了 我還是會 特急在下面等你了 我還是會check的東西 我就有一些東西我會不放心 OK 我自己做的時候我都會不放心 就我packing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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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再check一下 然後會triple check 然後晚上有的時候就睡不著 我需要幾點起來 這些東西就 就在我腦子裡面一直轉 我就night before 我永遠都是緊張的 然後到了就好一點 到了就好了 因為你覺得到打開行李箱 所有東西都在 都在 那我就ok了 然後就可以躺在酒店 就至少給我一個小時 relax一下 ok let's go ok 好神奇 有很多人應該像你一樣 對 肯定 就是我最 就是 那是最壞的部分 然後我花幾天 trap do the fun stuff 然後回來的時候 又來一次 就 我東西都帶回來了嗎 對 床單全部翻一下 洗手間全部看一下 Do I have everything 就這種緊張我是 我不知道是從哪裡學的 but I 可能就天生的吧 有些人是這樣的 就像我 我如果出去上飛機之前 我必須要有一杯咖啡 握在手上 我如果沒有這杯咖啡 就像今天 我必須要有一杯咖啡 我知道那裡有水 但是我一定要有杯咖啡 放在手上 你是 這是強迫症嗎 I don't know 你是每天喝幾杯 每天我都會喝 但是可能 可能喝兩杯三杯 ok 但沒有那種什麼睡不著覺 但是就是 一旦出去 我就必須要有杯咖啡 或有一杯熱茶 我一定要拿在手上 哪怕我不喝我就覺得很安全 我覺得很安全 一定要warm的嗎 Warm的 Warm的 Interesting Warm 你不喝冰的 如果 要看 如果說是去滑雪啊什麼的 這種比較冷的地方 我必須要有一個保溫杯 老年人的保溫杯拿在手上 裡面一定要裝熱的紅茶 如果今天沒有帶 我就會覺得整個人不舒服 我好 我就是這樣 和你差不多嗎 我一定要有水 我不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水 可是我一定要有 some kind of drink 我感覺是要有熱的咖啡 或有熱的茶 你也在手上 我就安全了 這個有安全感 這是安全感吧 可能 就你一旦上飛機了之後 飛機上也有咖啡 但是我就不要 我就要買一杯我自己的咖啡 我覺得很安全 你一定要買的 你是自己 不是自己做的 我有的時候 我有的時候會自己做 如果沒有我就買 你必須要拿這一杯 I wonder what that is I don't know 真的不知道 這個就每個人的安全感 的解釋是不一樣 有可能就是安全感 就比如說你的安全感 你是要把所有的行李 都要翻譯 也要看一遍 我的安全感就是說 我不管什麼東西都沒了 但我一定要有一杯熱的東西 在我手上 然後不是手機 你不覺得很奇怪 不是手機 就是這種熱的咖啡 好玩吧 那是有趣的 對 你的朋友都知道嗎 有很多很 close的朋友 他們會知道 都知道 都知道 你在照片裡 朋友一定會 手上拿一杯嗎 如果你在什麼西藏 你會在這邊 然後 all your pictures 會不會都有一個杯子 哦那不會那不會 不會那麼刻意 那會把它拿走 對 不會都有一個杯子 拍到就拍到 沒拍到就沒拍到 但有的時候 如果這杯東西非常漂亮 會這樣 Yeah 我覺得這個最近很popular 我很多朋友就是 做了一個美甲 然後去哪就是拍一個 拍一個杯子 對吧 其實你拍一個杯子 哇這杯好好喝 其實你想說的是 哇你看我上面美甲 上面的顏色好不好看 對吧 有的時候我喜歡在下面評論 你要秀你的美甲就秀美甲 對啊 你說咖啡幹嘛呢 It's just Starbucks 有的時候我就 Please 誰沒喝過星巴克 Please 嚇死我了 反正 after這個 三個旅程 你終於回來了 準備待多久 大概到12月底 1月再去Puket 哦 然後 然後 然後去了Puket之後 然後再去瑞典 嗯 去了瑞典 對 去了Puket之後 然後回上海 回了上海之後 不是去轉山嗎 花兩個月一個月時間去西藏 然後 再去瑞典 然後 再待幾個月 然後再回上海 OK 反正就這幾個地方 我問男的 男的 question OK 你有兩個餐廳耶 對啊 對啊 這兩個餐廳是需要運營的耶 對啊 每天都在運營啊 是雲端運營嗎 對啊 沒有啊 我們有很多經理嘛 然後有很多員工 所有的員工在我們餐廳裡面 都已經做了15年了 I know 我每次去都看到 就那幾個人 同樣的臉 不管是菲律賓人也好 中國人也好 所以都已經非常相信 像自己家人一樣了 然後就是怎麼樣運作 他們每天都在運作 所以 不是很需要你們兩個在 不是非常的需要 但是如果我們兩個 可以在上海的話 那麼我們一定會去 餐廳裡面去看一下 去跟客人打下招呼啊 因為客人的話 他還是會比較喜歡 當然 老闆啊就是老闆啊這樣 對不對 然後給他們一種 非常warm的一個feeling 然後就變成了一些 老客人啊 常客啊 那有的時候我們不在的話 他們也會覺得非常自在 在餐廳裡面 因為我一直覺得 餐飲特別難在上海 上海我覺得是全世界 可以排名比較難的一個城市 做餐飲 可是你們我感覺已經 做穩了 做好了 基本上 上海沒有幾個餐廳 活得這麼久啊 活得那麼久 Yeah Right 就 比較少 特別不是做中餐的 能活這麼久 It's not easy 有什麼secret嗎 有什麼能分享的嗎 老闆娘要漂亮 這個一定是加分啊 可是有什麼真的 扎實的 有沒有想過 我覺得扎實的 因為你們也沒有做什麼 特別大的 social media的一些東西啊 對 沒錯沒錯 扎實的其實就是 呃 降薪精神吧 就是 就是 降薪精神 就是 真的把這兩家店 當做自己的寶寶一樣在運營 然後 不要有外界的一些干擾 因為很多人會說 啊 你們要不要多開幾家啊 或怎麼樣啊 拉我 我來扔錢進來啊 怎麼怎麼的 那你 你要去看一下這個 是不是適合 Yeah 因為OK 那你要 你要進來開更多家 那麼 是不是 你後面的管理跟得上 跟不上的話 可能我這兩家 我一起拖下水吧 對 所以有很多東西就會比較 考慮的會比較多 然後更多的就是 注重食材 服務 service 對啊 還有這個 餐廳的每次的 每過幾年要裝修一次啊 會怎麼樣 就這樣 所以不要 就不是那種 啪一下子籠子啊 然後就 啊 什麼都沒了 我很喜歡你 就這樣 說這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 現在很多 聽不進去 對很多人聽不進去 真的聽不進去 捲嘛 對吧 就有錢進來 好啊 我做啊 就 對 第一個店都還沒做好 你就想 第十個店了 就 Why 我有一份工作 現在可以聊了 就以前叫Blink 賓客 他那個時候叫 就是地鐵站裡面的一些服務台 也是做一些廣告方面的 嗯 然後 我們第一個店在 陝西南路 我記得 就是一個小的服務台 然後 三年內 我們 我忘了幾個點啊 一百多個點 就各城市 各 就然後各 各地鐵裡面 都有我們的一些因素 嗯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我們上海才剛開始賺錢 你已經進了四個城市了 嗯 上海就 才剛好打平 你為什麼要開這麼多別的城市 嗯 我們就太分了 然後發展的太快了 嗯 錢進來了 Great 可是你沒有把上海做好 對 你就已經開始想那麼多了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做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失敗實在 就是發展太快 嗯 然後我也看到在這邊也是 很多人就是 喔有錢 那我就做大 畫一個大餅 嗯 給這些投資者說 我可以做成這樣 But why you don't have to 就把一兩個店做好 真的很厲害 很難 所以就是有 現在就是有兩波人 一波是匠心在做的 一波是那個走龍 你會這麼分嗎 你覺得餐飲是在這 能這樣分嗎 對啊就這樣分 嗯 我覺得就這樣分 就這樣 兩種 兩種感覺 站在你那邊 你這邊的 你提出幾個 比較扎實的一些餐廳呢 我這邊比較扎實的餐廳 你身邊 你覺得是 就可以hold住很久的 你可以說朋友的點啊 我覺得你一大堆朋友 應該也可以 有一大堆 但是現在比較難說 嗯 因為之前可以說 之前可以說 現在你就算比較扎實的 你在疫情之後 就是在我們那個鴛鴦鍋之後 就會非常難說 難 對 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 現在他們的處境是怎麼樣 對 對 我覺得 我很愛的很多餐廳 變化特別多 就特別是疫情後 關的特別多 換手的特別多 我都感覺到 What's going on 就是 上海已經變得夠快了 然後突然這幾個月 變得更快 就 我心都跟不上 有的時候 我們 從五月份之後好像 嗯 上海的餐廳應該是從五月份之後 開始走下坡了 然後 到現在都沒緩過來 其實 上週還OK 我覺得好像快緩過來了 但是這個時間很長 這時間太長了 然後很多都hold不住了 就不行了 嗯 我也說過很多次 我覺得 我最擔心的是 小的 有趣的這些餐廳 他們的margin太小了 他們能真的賺的利潤太小了 雖然 可是他們有趣 他們很有靈魂 可是他們撐不下去 撐得下去的是什麼 麥當勞 星巴克這些 就是大的chain 撐得下去 所以很多小的這些 有靈魂的店 關門 進來的是什麼 chain 星巴克 lock-in 這樣子進來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 那這個整個城市 城市裡面的東西 就沒有了 好的東西都沒有了 那什麼時候能把這些 chain 沒有靈魂的東西慢慢踢掉 然後開始發芽一些有序的店 我覺得要很久 那太久了 就要很久了 因為你要恢復餐飲 需要很久一段時間 雖然讓這些人 就是可以去開這些有趣的地方 他需要多大的勇氣 對吧 你開出來了也不一定有人 因為現在都沒錢 有錢的錢都出去了 對吧 都沒錢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要去考慮的一個問題 然後 所以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就跟我說 我要開一個 不管一個小的 something 然後我都跟他說 我很不推薦 我覺得 我對現在的 線下 店鋪 我就有一點 感覺不穩 我不知道 你現在是什麼感覺 線下的店鋪覺得 個人感覺是不要拿太大的店 拿小的 然後房租非常重要 現在的房租跟去年的房租 要談一談 你懂嗎 最起碼還差掉一半了 要跟房東談一談 對吧 或者是 比如說你去年開十萬塊錢一個月的地方 有可能今年就六萬塊錢就可以出手 對吧 你如果出十萬沒人來接了 除非是那些不懂的 那麼那些不懂的就 pay他們的錢去買個教訓吧 對 學費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市場 包括房租都要減下來了 不然的話 沒有一個人撑得下去 Yeah 我感覺沒有一個人撑得下去 It's hard 真的很難 因為你們 我覺得你們能撑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對啊 非常不容易 老了很多你看 沒感覺 沒感覺你來了 非常不容易 對 我覺得你的這個笑聲 從我們第一次錄到現在沒變 Same laugh 就很happy啊 對啊 很年輕的一個 laugh 對啊 對啊 就反正苦中作樂吧 哈哈哈 對不對 我相信這是蔡演員現在說的 只有只能說這句話 我跟很多人說 如果你要開一個線下店 嗯 你必須要先有線上的流量 我個人的感覺是 如果你已經是一個 有在 online的一個following 那沒問題 隨便你開 可是如果你線上沒有做扎實 很難 所以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是新的人 你應該要這個 至少有這個資源 對 新的話 它的資源 對 就是你第一個 你media啊 或者你其他的東西 你都要全部都全的 對吧 你要你要去promote你的這個店 嗯 線上 對對對 就要去promote嘛 因為 我說比如說柔術館 嗯 如果你是一個新的 中代 剛拿你的中代 你想開個館 嗯 我說那你線上有在發小紅書嗎 哦 對對對 你有在b站上做一些簡單的教學嗎 嗯 你有沒有在 you know 跑去別的館 探店的話 你有沒有跑去別的館 然後拍一些視頻 嗯 如果這個人來到你的這個城市 嗯 他第一個想到是你嗎 如果是的話 OK 那你開 嗯 如果不是的話我不推薦 我就覺得你必須 現在 如果你要開個店 你就要有線上的一些 那肯定的 那肯定的 對 可是你們就沒有啊 就有的時候 Maita 你搜索 我都不知道怎麼拼Maita 就很多人 Maya 那Maya我收到一大堆別的東西 就有的時候 Maya跟Maita 兩個都沒有很大的一個online presence 對對對 可是你們也坐下來了 那是因為之前 老店了 現在要做了 對 那是因為之前嘛 之前的話 但是現在發現 就是之前一批老的一些customer 他們都已經走了 對吧 都不在了 就換了一批 對 就是像換雪一樣 就又換了一批 那我現在能做的是什麼呢 出去social一下 認識嗎 Maya Maita 來吃飯啊 就這樣 所以就是你又要接觸另外的一批人 那其實是非常累的 Network 對吧 所以就變成這樣了 對 然後你線上 你還要做很多東西 小紅書啊什麼都陸陸續續做起來 對 以前都不需要 I get it 以前就是什麼 Trip Trip Advisor Trip Advisor 是的 對不對 其實現在都有人看Trip Advisor 但是很少了 我上次剛上去的時候 大概已經六年沒評論了 很少 評論 maybe沒有 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人看的 來上海的時候會看的 是嗎 所以你旅遊客還是應該是抓得到的 旅遊客 還是可以吧 就是在大瑪雅 就是那個Maya的話 最近陸陸續續的我會看到一些老外進來 Walking 我們說Walking 它不是預訂的 然後他拿了卡 就說我沒有微信 我沒有支付包 我只有 卡 這個我就 哎呀 進來了 還有的 對吧 然後其他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 看了一個比例 我一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 從19年老外進中國的人數 是 300萬 OK 然後 三個月之前 他告訴我 他們又做了個統計 OK 是 四 四萬七 喔 四萬七 47,000 對 這區別好大 對 就這三年裡面 可是我也感覺到 特別是那三月關的時候 基本上每天都有朋友說我走了 拜拜 覺得我要回老家了 我待不下去了 就沒什麼就是有一個人會跟我說 那個時候特別心疼 就感覺 哇 我的朋友圈子 就 基本上 說了 百分之 至少一半 就沒有了 就 gone了 我的一些 中國朋友都說 我回老家了 我待不下上海了 我一定要回老家 至少跟爸媽住一下 就 真的 我小欸 Half 立馬就Half 就感覺 What's going on 所以我可以理解 可是也感覺到 我突然佔優勢了 很好笑 可是 很多獵頭就跟我說 你雙語言 好像需要喔 確實 又會中文又會英文 現在好像突然又 欸 我站優勢了 對啊 Job好像是有的 We'll see了 沒有人跟你競爭了 對啊 沒有競爭了 他們都走了 No I'm still here 所以 We'll see了 我覺得是 Maybe okay的 只是感覺 就一直要加薪的朋友 是蠻累的 加薪的朋友 你也不想收集 但你 You have to 我有點喜歡收集 一點點 那像自己出去收集 我很喜歡 就 找到那個狀態 我還是蠻喜歡 就是認識新的人 聽他們的故事 做這個電台不也是嗎 就聽別人的故事 那你還喝酒嗎 不喝酒了 那你不喝酒怎麼收集 那就 拿了一杯水嗎 氣泡水 一定是要氣泡的 一定要氣泡的 氣泡水加檸檬 一片檸檬 沒錯 總是要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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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驚訝 因為你們做成這樣 我很驚訝 很多朋友的餐廳都關了 然後就離開 所以很開心你們還活下來 因為你們也對面的也都走了 我記得以前Element Fresh 走的時候 我也是蠻sad的 我也很sad 那時候 因為經常點他們的外賣 我們剛好在同一張樓的時候 我也經常點他們外賣 然後現在沒有酒 很sad 對他們那天走的時候 我還拍了個視頻 很sad 雖然說以前在對面的時候 好像討厭 幾桌客人 然後現在走了之後 就覺得 還是蠻那個的 有感情的 有感情的 當然 所以那你覺得 這些新的 新的一些restaurant 大概要多久 你覺得 就是新的 比較 new and fresh的restaurant 不是像一些chain 你覺得會要多久 五年? 三年? 有沒有想法? 其實這個現在來說的話 已經說不清楚了 這個 感覺不是很好 對吧 這個就是 你可以看整個economy 是怎麼樣的 現在都是走下坡路的 然後真正的 全世界都這樣 需求 對全世界這樣 但是 但至少我們現在說上海 對吧 先說門前的這一攤 就是 好多人都沒錢了 那別人出來消費的話 那你吃西餐 我是說西餐 更多的中餐 低端一點的中餐 它可能是所有人會去吃的 那你說西餐來說 你高端西餐也好 中端西餐也好 吃的人不可能每天去吃 然後上海有多少人 就卷掉了 內卷卷掉了 然後還有多少人是上抖音套餐的 多少人是上大眾點評套餐的 對的 那這些上套餐的又卷掉一批 對吧 那你又卷掉一批之後 那這些來吃你套餐的人 他是你的忠實客戶嗎 可能不是 不是 他就是來耗一個羊毛的 沒錯 所以就變成這樣了 我現在也耗羊毛 去做什麼什麼massage SPA 98塊錢 我覺得就耗羊毛 那你如果這樣了之後 他們就不可能來叫我買卡了 因為他們叫我買卡的話 我會說 那我再好會羊毛 等你這個羊毛沒了 我再買 對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生意就是越來越難做 因為你越是搞促銷 你這個 你背後如果沒有很大資金的話 去衝進去的話 那你就沒了 肯定沒了 對 對 對 可是從一個marketing的角度 然後我這個服務被激動了 說這真的好 那我做什麼 如果是一家的話 我會啊 但如果現在譬如說一百家 九十九家都是這樣的 那我還會覺得 我不會覺得 就appreciate 我會覺得這家耗完了 我耗另外一家去 對吧 那每個人都在做marketing 所以就又捲起來了 所以就捲了 捲到最後就是淘汰 淘汰 對吧 我也感覺到你對這個有點悲觀 如果一家的话是可以的 我会去选择这一家 很好 很不错 服务也好 也做了那么多的那个 apportisement 但是太多家的话 我选择性太多了 这一直都是上海的问题 我觉得 我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其他的城市是怎么样 但是我只看上海来说的话 你刷一下抖音 现在全部都是很多号羊毛 餐饮也好 美容也好 包括那个 jean 健身都是这样 对吧 包括你拳击啊什么 都是这样 我有一次去上一个拳击课 我花了54块钱 上了一次私教课 我也去过这种的 但是我其实 我觉得很好 离我家很近 然后就买了私教课了 私教课买的时候是384块钱一节 所以就是 it's okay 但是我也耗了一次 所以就那个就是有效的一个广告了 但是针对的人不一样 一定要就是location比较近的 或者怎么样的 如果说你在那个location在我那边 你在浦东你也不可能 你最多好一次 就这样 消费群 我的点是 我一直对上海的点就是 选择太多 然后人一直在换 就上海的人的churn就一直在变 所以你就必须要一直做marketing 因为你找到一群真诚的人 忠诚的人 然后他们走了 然后就又需要找 然后他们终于忠诚了 然后他们就走了 所以就一直在花这个marketing 拉新的人进来 拉新的人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这样子走 就感觉这个花的这一点钱 很无效 对有的时候 有一点有效 可是有效的时间不够长 对 导致你就一直在花这一点钱 可是不能不花 所以就这个就消耗很多 然后二 我可以去很多地方 我为什么要种成 所以这些人就觉得 没必要 对吧 我一直跟这边的餐厅 跟台北比 台北 我的大伯 只去四家餐厅 他的whole life every week 就是轮着换这四家餐厅 他一进去 老板娘已经知道你要吃什么 他根本就不 he nothing 就今天是 你要哪种鱼 that's the only choice 就是我们今天有一 二 这两种鱼 你选一个 然后就 done了 everything else就 taken care of 他从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吃到现在 就那四家 这边没有这种地方 就很难找这种feeling 对 因为餐厅一直在换 一直在变 没有一个 30 year的餐厅 都还在那边 然后你可以每天就 不是妈妈在做 就是儿子在做 就是女儿的 就一直传下来的 这种餐厅 没有 可是他就 那四个餐厅 forever 就那么忠诚 没有这种人 没有这种餐厅 很少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在那边服务也好 热情 因为就 you already know these people 他们已经算家人了 他们的服务也到位 然后你客人也肯定忠诚 可是在上海就做不出来 就还是要靠自己嘛 如果是老板的话 还是要在店里 要带一点时间 对吧 前几天看到两个女生 去问了一下她 好不好吃啊 她说 我们经常来的 我们在北京的 但是每次来上海 我们就来这里 真的吗 那你说 如果我们不去问呢 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有那么 一个忠识的一个粉丝在那边 对吧 然后就送了两杯Taki来 nice 我觉得很重要 对就这样 那他们也会觉得 哇 很开心今天 我觉得这种东西 可是我也觉得这种东西 是必须要做的 现在 以前是加分 现在我有的时候 觉得是必须要做的 就很多餐厅 都往这个方向走 但很多餐厅 他们叫的是经理去做 啊 that's true right that's true 很多餐厅 你根本就不知道 老板在哪里 老板管不了 对吧 他们都管不了 然后有很多 很多地方 我刚进去 九点半进去的 他说我们十点钟结束了 那你现在能点餐吗 十点结束 意思就是说 你三十分钟 你吃得完吗 对吧 那你就已经扫兴了 你就不想进去了 那如果说老板在那边的话 他肯定不会 肯定不会 这个员工就肯定不会是这样 一定不会这样说的 对吧 有的时候我老师说 跟美高说 换做玛雅的话 应该不会是这样的 一个treat 一个客人的一个感觉 很多地方是这样 你会把你弄得很火 然后你就再也不想去 那呀 可是你觉得这个是 从哪里可以 把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呢 肯定有的 从哪一个step开始 是鸡还是蛋 是人要先改吗 还是餐厅要先改 我觉得要有客人 不用改 现在什么都不用改 只要有人有客人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走了 然后大家都觉得就是 包括十一来说的话 都是windows 就在那个马路上面走 没错 去说我来过上海了 对排了很长的队 他赚了 怎么没有花一分钱 但是有很多餐厅商场 都是开着的 有的时候 他们就进去 也没买东西 也没干嘛 所以就是说 你的客人要对 你来上海旅游的客人 然后怎么样 你要能消费的客人 当然也不是说 你不能消费的客人不好 我是说对于餐厅来说的话 那么要相当于 就是是一个level的 一个客人来消费 难找 非常少 我们现在餐饮圈都在说 今天几个客人 现在已经说几个了 不是说多少 从三位数到两位数 现在到一位数 笑死我了就这样 都在问 因为我也是感觉到 我吃的比较少了 我自己都吃的比较少了 我出去吃的 以前经常出去吃 现在越来越少 为什么 我觉得有一部分 是我厨艺变好了 我个人感觉 对对对 有人也这样说 就因为那个lockdown 所以你就自己烧 一直在做 也有些人 他习惯了在家里吃 就自己在做 然后呢 有些人呢 他有食材了 然后不用去外面买了 他也有很多供货商了 他就在家里 这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从我个人来分析 就是我跟我朋友 本来要出去 喝一瓶啤酒 喝一瓶酒的 然后我们说 也没什么心情 算了 回家喝吧 就到他家里面去喝了 然后到家里面去喝 也不要花钱 对吧 好比坐在那个外面 也没什么人 看看 看看马路也没进 然后还要花个几百块钱 没意思 没意思 后来我们刚想打车的时候 我们就在问对方 我问我女朋友 就不对啊 像我们这种喜欢花钱在外面消费的 对 我们都那么抠了 我们还在投诉 为什么没有人 对的 对吧 所以就是 我估计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 大方向不好 然后导致了你的心情不是很好 你的心情不是很好 你到外面 你也不想到外面去了 make sense 就大家都没钱了 对的 对吧 可能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一个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心理上的是没有错的 真的很有 很有insight 我没有想过从这个角度想过 各个行业 各个行业 比如说银行也好啊 老师也好啊 什么也好 你想那些那些老师 可能都被fire掉了 对吧 那个叫什么 国际学校的老师 那他们就算 他们留在上海 还有十天 他们都不想出去吃饭 当然 对吧 那他们就已经没有了 你就失去了一个 一个客人了 对吧 一组客人了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餐饮老板啊 什么呀 那么多圈子的餐饮老板 他们也不想出去吃了 对吧 他们觉得烦死他 也不吃了 就所以是会损失很多人 我觉得 我是从一个产品角度下 我看到很多 现在ready to eat 特别多 就是已经package好的 不是很简单的便当 其实是很fancy的便当开始出来了 这种产品开始出来的时候 你只要有一个空气炸锅 或是一个小烤箱 放进去拉出来 它是很酷的 不是一点点酷的 它是很酷的 我吃过 very good ready to eat的一些便当 就感觉 这间餐厅真的很像 但以 我个人觉得 那些pre-cooked 那些 肯定是没有烧出来的好 因为你要 because they're very close 你要冷冻 你要经过冷冻 那你的食材是什么食材 你又不知道 然后 他们不贵 对吧 就是有很多 我记得那个时候 是要发到学校里面去 然后被阻止掉了 就是说 好像这种预制菜 听上去就是 别人的第一反应就是reject 就是 really 就是不新鲜的 比如说你买一个外卖 外卖基本上都是 很多 就是比较便宜的那些餐厅 你买一个米粉啊 它上面红烧牛肉啊 它都是预制菜 对 微波罗里一转一下 把你倒进去 那 其实 这个到底有没有害 那你要 追溯那个溯源 对吧 你口感好 你不一定 什么 什么东西都amazing 对 所以就是 还是一样吧 就是如果说我们 以后变成了所有的 都是预制菜的话 但也会有很大一部分人 吃了吃了一个阶段之后 他会又会回想过来 去吃糖吃的东西 当然 oh for sure 对 预制菜是在你非常忙的情况下 比cup noodle会好一点 但是 但是你长期吃的话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怎么样 我感觉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ready to eat 做得很高端了 就食材也好 各样东西都拉上去了 因为都是以前做餐饮的人 对 才做了 对 就像ready to drink 现在也是很多bartender 需要找别的一个赚钱方式 开始出ready to drink 这个是什么什么有名的bartender 调出来的酒 你只要shake shake shake 放进去 加一点冰 ready to go 然后 我觉得ready to eat也是 我是什么什么 稍微有名的一个厨师 我出了一个这个ready to eat 然后我有一个自己的微信群 就开始 这个 这个是可以的 我说的是那种 工厂里的那种 我不是说这么简单的 你说的那个是可以的 你说的那个是以后的发展 我觉得这个现在变得 就很多人不要汤吃了 What 我为什么要进餐厅 我这个东西稍微一热一下 I'm ready to go and it's good 不是一点点good it's like good good 那这个生活节奏不是又带快了吗 Yes 是的 Right 那人跟人之间的交流不是又少了吗 又少了 对不对 那不是又变成以后像机器人 机器人一样了吗 I think so 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好吃 那我听到的时候会很sad Me too 为什么 你接触的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就fast fast fast 但是到最后 为什么要做人呢 I know 我经常也想这个话题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经常想 and it's scary 特别是你有小孩 对 那更scary 对啊 就 我看到现在很多小孩 不会聊天的 对 不会聊天 they don't know how to talk to each other 就基本上为零 我看到 you know 十岁的小孩 我 我十岁的时候 non-stop talking 就 不停地跟朋友 all the time 现在十岁的小朋友 他们就玩手机 对的 玩iPad 对的 对不对 打游戏 我就感觉你们在 what's going on 就整个世界 不是我记得的世界 所以餐厅也是 我很反感 少码点担 我是很多地方 我是希望 有一个service过来 我看餐厅 我喜欢跟service 聊天 说 what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 你吃过哪几道菜 你推荐什么 嗯 很少 越来越少 现在就看点评 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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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 我那个朋友 Gabo 他也是开餐厅的 他说 大家都点 前三的点评 的 you know 那三道菜 everybody都点 前面三个 对 每一桌都是一样的 没有 没有一个不一样的 table 嗯 就感觉 what am I doing 对呀 那我有十道菜 你 every table 都点 那三道 why am I here 就很 他也比较悲观 所以他现在开了那个 我不知道你吃过的吗 叫 8 by Anarchia 就是 Diner 楼上 就名字就是 8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餐厅吗 是可以做展会的吧 那我没吃过 八个位置 没吃过 反正我周五又要去吃一次 跟一些朋友 就八个位置 然后 人均多少 500 左右 是什么呢 什么菜 很 基本上就像 Omakase 类似的 就 他今天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然后 就 you never know 嗯嗯嗯 就够 然后 我们上次吃 牛肉偏多 好像 下一次 I don't know 那你现在还敢吃那个吗 鱼啊 sashimi啊 sushi啊 还敢吗 聊到敏感话题了 Yes 对我对面一个日料餐厅 它明显就是 烧了好多 有影响 非常有影响 I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完全不可避免的一个东西 就 it happened 你 这真的 我不是很相信 luck 可是这个真的就是luck 对对对对 你刚好开了一个日料餐厅 然后这种事情发生 一下子来了 就 what do you do 对吧 啊 I don't know 这个就是一个 看下来 命的一个东西了 对啊 and that's unfortunate 对 所以上海的日料店又开了一下 真的 可是我日料也吃的偏少了 现在 嗯 我还是 我觉得我很喜欢吃牛肉 最近 啊 喜欢吃牛肉 牛排那种呢 然后从内蒙回来 我也 羊肉我就不停的在吃 内蒙吃羊肉是不是要磕蒜啊 就是有 要吃大蒜呢 有一些人有 我没有 好 他们说 我有一次去了兰州 啊 不是 敦煌 没吃 跑过去就是 所有的肉 然后他们就拿了一个蒜 就就在那边吃 嗯 我心想 我到底吃还是不吃 你try了吗 啊 我try了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 就吃了嘛 那吃了之后就大家都吃 也不知道第二天 臭不臭了 但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 那别人可能 就是没吃的那个人 可能会遭殃一下 对不对 所以就变那样了 嗯 我也有 我们 workshop 有一个朋友 他是 青海的 哦 青海 然后 他吃 anything 好像都是 手上 一定要吃那个 就有打算 我们上次去吃饺子 他就 就这样子来磕 那你肉怎么办呢 It's not great It's not great 你肉的时候怎么办呢 I don't know 所以柔术还是要 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 要去柔术 柔术还是要好好挑 打打 对的 身上有味道的完蛋了 身上有味道的 我上次一柔 我的身上就都是那个味道 没有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女生 比较偏喜欢GEE 就是至少有多一层在身上 然后No GEE 我有太多Rash Guard 就是因为体臭 我这个Rash Guard 基本上要丢 诶 那我就搞不懂 我有个问题问你啊 为什么我们穿的Rash Guard 比如说他其实我们 我们是没有味道 比如说啊 然后有一次跟一个有味道的人 roll了一下之后 然后那个味道不是 粘在那个Rash Guard上面 没错 然后你回家也洗了 同样的方式洗了 洗好之后呢 还在 OK的 然后你穿好了之后去roll 然后出汗了之后 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我发现一模一样的东西 进入你的那个纤维了 那个衣服的料理 it has to be right 所以就很讨厌 yeah 我找到办法了 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 我每一次去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条件允许 我包里会带一点点 洗衣服的 然后就在 shower里面 直接先冲一下 不能放时间太长 对的 不能放太长 我觉得我 到家再洗 就太晚了 所以我会在 shower里面 就直接先 简单 Rinse一下 然后加一点 detergent 先随便的再 冲一下 然后放塑料袋 就好了一点 然后回家 再丢 washing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 这个方式 变好一点 就 right after rolls 你回家之前 就在shower里面 随便就自己一下 much better OK 这是我最近学到的东西 也是别人教你的 对吗 我自己在 就想 maybe this is better 我只是 就是try一下 不要很浪费 你知道吗 你一件Rushka很贵的 然后 你一沾 然后你就 就永远就是 有这个味道在那边了 对的 就不行 That's我的新的secret 哦 我学到了 我学废了 See if it works 可是已经沾进去 就too late了 这件 我觉得那个味道 就真的很难出来 嗯嗯 那也很embarrassing啊 你roll的时候 一个女生 对吧 你跑过去 还没roll 就warm up一下 然后就味道出来了 自己都闻到了 就感觉说 人家已经 they hate this 这什么味道啊 然后其实我知道了 是别人沾着 然后进入了 那个纤维里 然后我觉得 大家也知道 所以也就 OK啊 可是我感觉不舒服 对啊 it's a problem 这个就是我们选的 一个exercise 最后一个话题 你为什么选 这些exercise 就是mue thai啊 那个 柔树啊 你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吗 我喜欢啊 我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self-dependent 就是 你觉得需要吗 非常需要 OK 非常需要 上海这么安全 你需要吗 当然需要 OK 那么多坏人 有吗 是 色色的也属于坏人吧 反正就很多 就是你学了之后 你就不怕 你碰到不同的环境 哪怕你坐出租车 你也不怕 然后你一个人 在街上走的时候 你会更加的 小心谨慎了 你会去看一下 周围有没有人 而不是你没有学的时候 你就在看手机 那么你就是 你懂我意思 对吧 我懂我意思 就有警惕感 然后如果你去酒吧 哪怕你一个人的话 有男的过来 或怎么样 你都很酷的去看他 想干嘛吗 过来过来过来 来 抽可以一下 抽可以一下 对吧 就睡一会儿吧 然后我们就买单走了 就觉得 对就不怕 遇到问题也不怕了 我觉得就会非常的好 因为我昨天 还前天 我在柔树馆 四五个人 坐在一圈 everybody 都在说 我的膝盖不好 我的膝盖不好 就每一个人都有 膝盖柔树 柔树 造成的膝盖 开刀啊 各样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做这个健康吗 这就很不健康的 一个运动方式啊 everybody都断过 ACL MCL 就感觉五个人 每一个人都断过一支 你断过吗 yeah 断哪儿了 这边 开刀啦 yeah 这么大一个方 我没有开刀 我就是任带撕裂了 脚趾骨折了 那我脚趾也有一个 断了 我咔一下断掉了 然后 每个东西 每一项运动都会有 都会啊 都会对身体 有安全的 有很多安全的 比如说呢 我觉得很多人 比如天你都会砸死人的 That's true 可是 比如说我从小游泳 游泳很好 Great for you 我可以游泳 Rest of my life 我不怕 就 有安全的运动 可是我们都不选 我们都选这种 比较刺激 Crazy的 比较Crazy的 对吧 人家下下棋 我们是打人体相机 所以我只是好奇 你觉得这个真的 healthy吗 我觉得还好啊 我觉得 因人而異吧 有些人他不喜欢 这种东西的 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那他们就 不会去选择这 打打羽毛球啊 野生很好啊 对吧 对啊 但我们就见嘛 我们就喜欢这个 我觉得maybe跟你 travel 比较多有关 你去哪里就比较不怕 你在上海 我真心觉得 你不需要这个东西 在上海 这么安全的一个地方 这么 就三更半夜 都不会有人来打扰你啊 那万一你要坐出租车 你在很郊区的地方呢 你也会怕 对不对 我觉得我没有体验过 女生的一个生活 maybe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的 在酒吧 在哪里 你都会 遇到 遇到 对 哪怕你去吃夜宵 隔壁的人 very aggressive 你怎么办呢 对吧 都会有 都会有 OK that's fair 我只是 都问一下嘛 因为最近攀岩的人 也很多都在受伤 然后柔树的 也有这个体验 就感觉大家都是 这个段的 那个段的 我就感觉我们在 what are we doing 就很 需要这么 这么grazy吗 I love it 我觉得很好 攀岩也很好 我上次看了一个视频 一个攀岩的 他去一个悬崖的那个地方 就是扣的那个 不是我们那种拐 太酷了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 然后扣上去 然后再往上爬 再扣上去 然后下来的时候 他跳的时候 那个其实还蛮危险的 因为他都是尖尖的 那个压口嘛 然后你就这样跳 好酷 不一样的 叫lead climbing 以前 你记不记得 Will跟Nat 他们就lead climbing 他们就是在学这个 他们quit掉柔树了 因为好像说 受伤太多 一直受伤 一直受伤 所以就quit掉了 Nat现在在学那个 康复 所以很好 哪个 Nat 现在在学康复 在the clinic 在学 在学康复 对 所以就很 他们两个都很怕死 I guess 所以就 make sense的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 伤掉了 也没关系 但是当你伤掉 那一个 那一刻的时候 我还是会哭的 就我不是说痛了 哭 我就是不能比赛了 对 就那种感觉 有一段时间 不能练了 对对对 还有就是一定要在家里躺着 然后脚也不能走路了 不能出去了 就这一段时间 是非常痛苦的 其他的时间 都是非常开心的 那段时间有 第一瞬间 有想quit吗 没有想quit 没有想quit过 我有过 你有过啊 我就想 Why am I doing this 就我一直玩这个 然后一直受伤 何必呢 有的时候真的会想 但会怕 就是 就是 伤过几次之后呢 当你去跟别人roll的时候 你就不会all in了 你就没有那个aggressive的 那个parts了 你就会觉得 哎呀 佛系一下 佛系柔术 佛系柔术 可是这样子 进步也会慢 但是真的 打到后来又打野了 就又不行 我现在慢很多了 那因为你的技术上去了 你技能上去了 我觉得我是old man主节词了 我就 啊我不一定要赢 可是我不能输 我就ok了 就慢很多了 那我觉得应该 你的level现在应该不错了 就ok 因为好像越佛系的 好像越越越越那个 就是 哎我知道你在干嘛 我知道你下一步想干嘛 我希望这样 对吗 ok 好 今天差不多录到这边 呃 again 给Maya 跟Maita 打一下广告 好 说一下 呃 基本上两个都是墨西哥菜 其实我想问区别在哪 Maya跟Maita 最大的区别在哪 Maya跟Maita的区别 一个大Maya 一个小Maya 然后它的菜呢 都是墨西哥菜 如果说小Maya的话 因为我们有个大露台 所以那个露台的话 它的food会比较casual 嗯 就是你来吃饭的话 如果你要fun dining的话呢 那你要去Maya 就是那个大的 因为比较 比较fancy 比较fancy 比较漂亮 然后那个感觉氛围 是宴情比较好的 嗯 那如果说 哦 Dating也是 那如果说你想就跟朋友一起喝喝小酒啊 吹吹小风啊 坐在露台啊 那么就来 小Maya 我一直 因为我是新泽西长大的 嗯 我一直觉得墨西哥菜就应该 没有fine dining 墨西哥菜 我一直觉得 墨西哥菜就是一个比较便宜 类似 street food 对吧 街边小食这样的 我到上海才遇到 fine dining 对对 这个 这种 这种food 我一直都觉得 哦 就像tai food一样 就是 street style 嗯 very casual 你们怎么做出 fine dining mexican food 我也不知道 其实就是 其实也有一些改良 它不是纯种的那个墨西哥菜 当然我们也有正宗的 如果真的墨西哥人 他想吃他们那种传统的 也有 但是很多的一些菜品的话 都做了一些改良 然后也更适合与中国人的口味 所以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基本上餐厅里面 百分之八十 嗯 大玛雅的话 就玛雅 中国人 嗯 他们都喜欢 然后中国人喜欢sharing food yeah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他们非常可以上手的一个 一个感觉 对 到我们餐厅里面来吃饭 然后 小玛雅 sharing的比较少 小玛雅sharing也多 但是小玛雅的话就 感觉更casual一点 就是跟非常好的朋友 也没有什么 宴请啊什么的 就喝酒 聊天 开开心心的 在露台 就这样 gotcha ok 好 那跟大家说一下 两个地方在哪 就结束 ok 我们的小玛雅呢 是在寿宁路98号 长河国际公寓六楼 大玛雅的话呢 它是在四方星辰里面 四方俱乐部的二楼 好吗 下面还有游泳池 对的 重要的 ok 好 大家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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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was great You're great at this Welcome to the V.K. King Podcast